NatureHack成立至今短短不到20年,却因实用性极容易入手的价位,在众多户外用品品牌中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而这款折叠后背包更是深受广大消费族群的青睐,采用的尼龙防水面料除了耐磨抗撕裂之外,防水指数高达2000毫米,并利用YKK防水拉链与防水胶条双管齐下,以达到能完全防止雨水的作用。 而更棒的是折叠之后的尺寸,相当迷你,且展开后容量达25升外形样式,更是不挑族群,在此次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可说是实至名归。 这一款折叠是后背包不仅仅采用透气性加的网面背带,更在背包面与背带内层加装了钢线,大幅提升了耐用性。 值得一提的还有,其使用防盗锁头,能避免钥匙或钱包等贵重物品被偷或不小心滑落。 另外,背包内层则加设了,RFIT防盗屏蔽魔鬼粘格层,能有效保护信用卡等个人资料不外泄,令使用者外出无后顾之忧。 而在两侧设计有能放水瓶、雨伞等物品的网状口袋,如此面面俱到的优质产品上榜,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吧。 若是在寻求一款能方便携带的款式,相信本商品不会令读者们失望。 其整体重量只有45克,不止不占收纳空间,更不意味使用者带来负担,不论是慢跑、登山使用,又或者当作旅行用包都相当合适。 并且此款使用环保设计、特殊的面料制作过程能减少造成水与空气的污染。 此外,除了价位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之外,还附有迪卡农场牌的两年保固。 如果还在五花八门款式中迟迟下不了决定,不妨将此优秀又实惠的产品列为首选。 本品采用防水材质打造而成,并具有抗磨损、抗撕裂的作用,即使售价便宜,但商品售应倒也不容小。 其次,宽形设计的背带不但透起通风,还不易对肩膀造成负担,很适合陪伴使用者游山玩水。 至于收纳后还能变身位手提小包,便携性相当不错。 而另一项特色在于,此系列推出了多种颜色,可认均挑选,且亮丽鲜艳的色彩,在人群中特别醒目,推荐给同时追求强颜外观及实用性的读者们,欢迎将此商品列入口袋名单中。 来自于美国的Samsenite创立去今已逾百年,其以高品质的行李箱想明全世界,轻巧又耐用的商品是许多旅行者的第一选择。 而旗下的后背包也不皇多让,就如此款简约大方的外形,出席商业场合时使用也十分恰当。 除此之外,其利用多层收纳的设计,能让使用者将不同类型物品分门别类,不需担心临时找不到重要文件。 且在背面加装了智慧型绣套,可以固定在行李箱拉杆上而相当便利。 加上部分配件附有二年保固期,令人能更加放心地使用。 除了基本万用的黑色之外,此产品还有更吸睛的亮面银制款,相当适合想展现个性的人购入。 且其材质相当特殊,不单单具有防水功能,还能耐光、阻燃、减少冲击力等。 据悉这般高机能性,甚至被运用来制作太空人的面罩呢。 再者,拉链外层还加上了防水布,可有效避免雨水渗入,并能利用水加以清洁,想要长期使用也不成问题。 而不得不提的是此系列的背带位专利的交叉设计,若老是困扰于肩带滑落,选这款应能一劳永逸。 此款产品使用30D Cordura材质,韧性,极耐用性极佳,且主格层具有防水功能,临时碰到下大雨也不用担心。 更厉害的是它拥有32升的大容量,想要装入在外过夜用的旅行物品也绰绰有余,并专为慢跑。 登山者设计有登山杖专用环击水带孔,十分推荐给户外活动爱好者们参考。 另外,背带上附有减压胸带,可针对不同使用者的体型做适当的调节,而两侧还设计了腰包,并结合减压带以降低重物带来的压力。 但若预计收纳的物品不多,此产品则会显得大才小用了。 由于不少人会担心拉链款式在长期使用后会容易损坏,所以漱口型背包也建成主流商品之一。 此款式正是利用漱口的方式,可配合物品形状调整松紧度,并且为能两次对折的薄型设计,可说是机动性十足。 而本系列款式设计有贴合背部的防盗带,用来放手机、钱包,也还算利于拿取。 更棒的是其还加设了弹力杯圈,可固定水壶不乱滚动。 只是也因为开口会往内缩,若是放大张的纸类,或杂质等,可能会容易出现折痕。 如果想要一款旅行、上课上学街适用的款式,不妨看看这一款内外兼具的商品。 其采用触感加的高质感牛筋布制成,并利用沉稳的棕色为主色,展开后即能变身成四种不同款式的双色混搭,既有休闲感又符合文青氛围。 再者,此款可固定在行李拉杆上,作为登机包也相当合适,而容易入手的价格,也让小资一族也能放心选购。 只是要注意的是牛筋布除了无法防水之外,浴水后更会变得稍有重量,建议在购买前先考虑使用场景再下手。 虽然Gucci的产品一般给人高级时尚的印象,但其推出的休闲款式也深得品牌爱好者的拥戴。 此款折叠后背包的外观承袭了经典的红绿线条,低调之余,又不失厂牌的辨识性,而背包开口为向前盖的设计,并加上了可调整长度的皮带。 且两侧也设计了拉链可依照内容物决定宽度,实用性算是表现得不错。 更棒的是其富有原厂防尘袋、品控卡及包装礼盒等,让此款式成为送礼自用两相宜的好选择。 不过毕竟其属精品等级的价位,加上没有强调防泼水加工,或许会让人舍不得太频繁使用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